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南国际休斯顿报道 我是张童彦 昨天4月4号晚 小大豆优质酱油 Little Soya Premium Soya Sauce 在Soma餐厅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时尚派对 负责人Gary将现场布置得精致有趣 鱼形状容器的酱油包是随处可见 所有来宾都在品尝这种 新兴流行起来的优质小大豆酱油 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是什么样的蜂蜜产品 小大豆优质酱油 Little Soya Premium Soya Sauce 于4年前在拉斯维加斯发起 去年进入德州市场 虽然历史很短 但是已经是多家日式餐厅的主供酱油了 就很重要了 我们就跟到最重要的了 前度云速进入俗亚的孜质 之前,我们是中1220厘原则厨的 厨 insan市场 天咗 三 very二十二十四三十一 四十一四十四十五十四十九十五十八百 在制作方法上,小大豆酱油采用新鲜的手采的原料,改变传统酱油咸咸的味道,加入了流畅微甜的味道,同时在成分上减少了45%的含量,没有味精和飞转基因测试。 生产出来的每一批酱油都是由独立的试验室试验两次,确保成分含量的准确性。在使用完后,这类酱油不会给人有咸的回味,口味清淡健康。 从本次派对现场精致的布置来看,就不难看出这种可爱的鱼形状的包装正迎合了时尚的消费理念,打破传统瓶装外形,轻便易携带,拿起一个小鱼轻挤在寿司上,无论色泽、外形都格外引人注目。 这就让人不禁想起,这类优质的酱油价格会是如何。 它是很威力的,很威力的,很威力的,很威力的。 它有很威力的,很威力的,很威力的。 我们使用它在所有的地方,我们使用它们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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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